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YO 大家好 早上 我是太太 現在夏天快要來 夏天要做什麼呢? 當然要吃雪糕 不讓大家發眼睛 今集我會挑戰和大家吃不同款的雪糕 我們現在快點去買吧 GO 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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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會吃 今晚點 episode 我們今天剛才想吃 我們一起吃 我們一起吃 有喔 你們都是吃 我們在吃 今天我已經回到家了 這裡就是所有我買的雪糕了 我已經回到家了 這裡前面就是我剛剛買的雪糕了 那我們現在快點吃吧 吃誰好鮮呢 先吃這個焗雞餅 這個是巧克力焗雞 中間夾了巧克力雪糕 超好吃 這個雪糕裡面是一口正用的 因為我剛剛要放在拍片 所以都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它已經用得七八八八 不過它超好吃的 然後我們就試買它的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普通焗雞的軟味焗雞翟加 找你拿雪糕 不知道哪個味道會比較好吃呢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吃剛剛的黑巧克力味道 這個就是普通的雲尼腩味 這個都好吃的 焗雞餅就比較容易用了 所以大家拿出來就要快點吃了 而且這兩款的焗雞餅雪糕都比較甜的 而且上面有些MM 跟大家介紹這個Oreo雪糕 是我最喜歡吃的雪糕之一 應該是我Top 3喜歡吃 真的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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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加點雞翟拉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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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reo雪糕是我最喜歡吃的雪糕 就是它的Oreo皮 上面黑色的珍珍做得多 像真的一塊Oreo 啊 可遜啦 有點害怕 這個 有 鑲於糖 這是 有 有 乞 這是 是 不 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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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reo薯條大家買來試一下 真的超好吃 我覺得它的Oreo皮就沒有那麼好吃 Oreo薯條真的超好吃 這個就是那些日本很流行的Pancake Pie 試試試 這個Oreo的大發餅只剩一兩口 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口 這個雪糕就比較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這一款 因為我就覺得它裡面的雪糕牛奶味不是特別出 之後還有 這款比較浪漫 那個Cream 沒有那麼Creamy 所以它們甜度也沒有那麼高 大家不喜歡吃 那怎麼可以試試這一款 我自己就還好 不會再回舊 這款對我來說 不過它中間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裡面會有一些巧克力 碎碎咬下去就有一點不同的口感 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就試試這個巧克力 再加上士多啤梨的哈根大薯條 這款巧克力士多啤梨的哈根大薯條 也挺有劍氣的 我覺得巧克力味7成 士多啤梨味3成 咬下去一如既往哈根大薯條 這款是最好吃的 它的甜度也是高的 因為哈根大薯條也是挺甜的 這款我會喜歡吃完美的士多啤梨 這款我會喜歡吃完美的士多啤梨 巧克力醬了士多啤梨的風頭 它吃士多啤梨是很解禮的 這款就不會了 這款就很理解的 接著我們就試試這個甜頭 我這個在阿布泰購買的 咬下去 這款冰淇淋是黑巧克力的 上面都用得很快 我覺得跟普通雀炒的甜度差不多 然後價錢跟甜度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過不實一個很正常的巧克力味 我覺得它的甜度都還很痛 平時那些差不多 這邊看起來很快 我們現在要吃幾乎 大家要吃幾乎 吃一點很不舒服 我們在這裡吃25乳餐 看起點是有餐的 我吃了一碗 我吃了一碗 這款是朱古力BROWNIE的味道 之後這個特別之處就是它的轉盒是380卡路里 不過我覺得它比一般比較肥的雪糕 它是比較沒那麼甜的 它是乾朱古力BROWNIE的味道 不過我吃不到BROWNIE的味道 好了,我做什麼料到? 我覺得它的卡路里是吸引外賣 不過我真的吃不到朱古力BROWNIE 它只是普通的朱古力雪糕 之後這個東西也算是冰相 不好 之後這個雪糕已經用完了 我們快點試一試 之後這款雪糕 味道就不出了 所以我覺得這款我不推薦大家買 這款就一般 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是阿根達斯的抹茶味 我真的覺得 所以說法這麼多的雪糕 阿根達斯的雪糕是最均放的 它放得久都不會特別容易用 你看到這款最後的食物是完整的 其他就是浪味 可能因為它本身有一個朱古力 脆皮和它的雪糕都是質地都不同 是不是? 對,可能 它用到這樣吃就挺完美 不過我自己只吃硬一點 直當一點的雪糕 之後我自己本身都挺喜歡吃 見過脆皮的朱古力 那這款見過脆皮和綠茶味 都挺好吃 相信阿根達斯的雪糕 我都不用太多介紹 大家都知道它應該很好吃 那我就這麼說 太好了 睡醒了 太好了 但是看起來很香 油 然後試一下這條魚 究竟讓我其他雪糕的污染都變中了 今天這款雪糕是偏甜的 因為裡面還有汁 是紅豆泥的 所以吃下去的甜度也挺高 而且這個皮不是脆的 是軟的 中學的時候會經常吃完飯 就會買一個這個禮食 所以對我來說挺有中學的味道 挺好吃的 大家喜歡吃紅豆雪糕的可以試一下 我剛剛已經清理了 因為太亂了 然後呢 安娜娜就不肯這樣 爽身了 所以我要用另一個用來裝著它 它跟我想像中的味道沒有什麼分別 它這個黃豆粉絞麥水上面 顯然剛剛挺好吃的 不過我吃它裡面已經融光了 然後再吃一支雪糕 之後這個黃豆粉雪糕 它上面本身是一支黃豆粉絞麥水 然後已經被我吃剩一粒 它裡面呢 就是最老毛的普通雲尼娜雪糕 所以我覺得 可能吃到最後有點累了 所以我覺得 它沒有我想像用那麼好吃 所以最後一個我吃它 我再給我一次機會吃到 那我再給我一次機會吃這個 380卡路里的雪糕 我再給我一次吃 我終於壓到去白糖尼的地方 它有白糖尼的好吃 我想像說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間這個位置 我吃了這麼多一口 我只吃了一口白糖尼 可能它的browney份量比較少 不過它不同的普通食海的雪糕 它就沒有了少少甜味 它是偏良少少鹹味的雪糕 還有它的味道比較淡 如果不喜歡吃太甜的朋友 你也可以試試吃這個 挺有趣 然後我煮這個 怎麼吃呢 煮回你的熱湯 這個沙冰喝得挺有趣的 普通 我覺得這個熱湯 拍了冰箱後它的甜度就降低了 跟你出去吃那些熱湯冰的有似的 這影片已經吃到差不多完 這款雪糕我自己決定吃的就是 但是很有雪糕 就是超好吃 八色不染 國防 然後第二的話 我可能就會給 Handais的抹茶味 Handais的抹茶味就是幾重茶味 挺好吃 然後第三名呢 我就會給 其他的話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帶出色的雪糕 如果大家有好吃的雪糕 歡迎推介給我 那這影片就差不多完結了 如果大家下次想聽我吃點東西就留言給我 那喜歡這影片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Share給身邊的朋友 之後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啟啟啟啟啟 就沒有錯過我突發出的影片了 只要知道多點按鈕 就是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星期六八點見 Bye Bye 好飽好痛 Bye 還有呢 原來雪糕是融得這麼快的 Bye Bye 我不相信它真的沒有什麼brownie 所以我吃多一口 先撩多一口 我撩一顆brownie出來 咤 我每天可以吃三四個 我也不照片 第3名就是你了 恭喜 最劇吃一流 這是沒有溶度的版本 謝謝